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有52处涌泉湿地 涌泉是地下湖流水渗漏到地面所形成 属于自然的湿地生态系统 是非常宝贵的水资源 有如守护大地的水龙头 丰富了人类的区域生活与文化 珍贵的涌泉自然资源 地区性功能优于人工失利 今天让我们来到花莲光护堂场的后方 大靖村 拉索爱涌泉生态园区 拉索爱 阿美族语的意思是 甘甜好喝的水 盛南清澈的泉水 被阳光照射的水泡泼光 灿烂的光彩印在水中 的确弥人 永泉池里 惊喜发现呼吁了台湾濒临绝种的原生水生植物 长柄石融尾 这是稀有的沉水叶水生石融尾植物 为了适应水流 叶子细长 小小淡紫色的花 是所有石融尾属中 花最小的 因此 也被称为 小花石融尾 竹林下 随着阳光变化 所折射出 不同蓝色的泳泉 被塑造了 浪漫的传说 允育而称为 蓝色眼泪 拉索爱泳泉 属低度利用 行自然泳泉 近年来 人为因属活动 与气候自然现象 改变了地质水脉 原来六个泳泉池 目前只剩三个 地方泳泉湿地系统 必须依赖社区居民 共同守护 泳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以及洁净的水脂沿 成为社区民众 汇聚环境保护意识 与提升区域环境 永续发展的价值 那我们一起保护 不尽在咫尺的失利环境吧